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我那个创业失败了 包括老本都给赔进去了 没有脸面去见父母 没有面子在那边 觉得出来把钱挣回来 还给父母之后再说呀 当时这边有一个叔叔 他当时就在天津 就是做事 晚上我就来投奔他嘛 打打工挣挣钱 你居然干什么行业呢 就是找工作就找到了饭店门童 酒吧迎宾 做了好多份工作 然后来就是无意中接触到 就是一个搞演出 晚上就是一点点 就是在天津 还有什么全国各地吧 都来回跑 收入还是好吗 能养活自己 没有存粮 没有存粮 你怎么养家呢 我刚刚听你小片里说 你结婚了是吧 我老婆也挣钱呢 哟 你靠老婆呢 也不是靠她 但是主要的就是 反正都有吧 两个人共同努力嘛 靠老婆也没啥 只要不好吃懒做就行 谁挣多点剩少一点 也没规定 对吧 对对对 看你脸上有点不好意思了呢 没有不好意思 因为所有的不好意思 都建立在好意思之上嘛 行行行 你老婆是 一米六五左右 漂亮吗 还好吧 反正 你这是谦虚呢 还是 极度的谦虚 来 我们掌声 有请嫂子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李燕玲 我是她的贱内 贱内 对 极度谦虚 老实交代 用了什么机器 八字真言 说 哪八字 美 买 买 行 行 不胖 五个字 我的错 我的错 解释一下这八字真言 什么时候她都是最美的 需要什么 就是没钱借钱也要得买 行 就是她说什么都是行 不胖 不胖 女孩子都爱美 吃多少 多吃点多吃点 不胖不胖 再就是两个人 我的错 对 产生误会了 就别等着人发火了 直接我的错 你们俩哪认识的 我们俩大巴车上认识 就是坐在大巴车上 我去工作 然后她去北京办事 然后就是这样的角度 然后我这边是窗子 然后她坐在我边上 然后就是我老偷着看她 就好奇了眼神 没见过啥呀 不就个子矮点吗 没见过这么帅 然后等她看我的时候呢 然后我又觉得很不好意思 然后我就扭头 然后我就这样来回两三回之后 然后她就突然一 然后就在我看到的时候 她就突然转回头 硕大一张脸 那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 19还是20 好骗 你现在多大 我现在29 29 九年前 然后就特别尴尬 然后她就看出来了 然后她就开始找话题 然后跟我聊天 来 轮到你补充了 没啥补充的了 大概都说完了 其实当时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事的 我和我的朋友去北京办事 晚上隔着一个过道 我们两个就这样说话 我就感觉 旁边坐了一个小女孩 长得还可以当时 闪闭 好像你用余光看似的 其实你早就盯上了 没有 没有 当时就是总能感觉 她在这边就这么看了 瞅你 对 等我一回头 她就不好意思了 她就扭那边去了 这个回头运念了很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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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对 对 对 是的 当时她就是四目相对 那你跟人家聊啥呢 去北京 那只能去北京 因为这个车就是 从唐山直达北京的 我知道 我知道 第一句通常都是废话 后面呢 叫什么呀 多大了 做什么工作呀 多少再吹着一点 我北京 怎么怎么地 怎么怎么地 反正就是一顿小词 一顿小套路 最后留了一个QQ号 谁留给谁 她都给我了 你胆子这么大呢 年轻没有那么多心眼 然后结果就被她套路了 你以为你现在就有心眼了 现在也没有 认识多久以后在一起呢 差不多半年左右吧 谁表得白 正式在一起 表白 没说什么 我说 你不找对象啊 他怎么回答的 不找啊 不着急啊 我说 我跟你介绍一个啊 他说行啊 啥样的啊 我说 你看我行吗 没心意 当时就是这样子 他怎么回答的 就没有 好几天没理我 没理你 还哪一点吸引你 我觉得他能够很阳光 然后还能自立自足 平时我们两个 一起走在街上的话 就是有很多 就在那儿说呀笑呀 然后就指点你呀 然后他就一直在劝导我 你家里反对吗 家里当时很反对 但是他们听说之后 你们俩不可能 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然后就不让我出门了 然后就是我一直在 把他手机摔了 都没收了 看我们两个联系 他自己要往 从家里往外跑 就是我岳父知道了 特别生气 用那个铁丝 就把他的手和脚 就给绑上了 绑了一周 然后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这边先松口来 他说不行 然后看家里面这么反对 然后我在家里面 也挺受罪的 他说你就放弃吧 然后我当时还特别坚决 我说那我不放弃 然后我就在家里面 我其实我就是 做一个两面派 在这边跟家里面说 我放弃了 在他这边 我们说没有放弃 慢慢地放松家里的警惕嘛 然后就找一个机会 然后偷偷跑出来 然后我们两个就 然后就领了结婚证 然后就简单地办了一个婚礼 你父母呢 他父母很同意 你父母来了 办了久吗 办了 就是在他们三方面办了 然后我们家那方面 没有办了 你后悔跟爸爸妈妈 闹成那样吗 其实也后悔 但是他们这样对我 也是为了我好 我现在能明白 他们理解他们的 当时的话 也是年纪小时候的 你现在理解 是因为你当了妈吧 你生了孩子吧 对吧 是小子还是闺女 小子 多大了 八岁了 现在知道了 儿子不听自己话 自己得多难受 是吧 辛辛苦苦 把你养这么大 是 我老婆姐儿三个 等于有三个姑爷 我是这三个姑爷里边 最吃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来事 你怎么来事 来 我当当你岳父感受一下 来个事看看 爸 吃饭没 没 想吃啥 我给你买一张 胃口不好 胃口不好 那也得吃饭呢 那咱俩去小饭馆 我请你咱俩喝点 不去 你妈不让 我跟我妈说 你跟我走没事 这还挺会讨欢心的 老头最吃这套的 你给过你老婆 什么承诺吗 一直以来就是 因为当初结婚的时候 没有得到岳父岳母的祝福 这是你的心愿是吧 对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就是给我老婆补办一个有祝福又浪漫的婚礼 好 来 请回 这个心愿应该有很久了吧 结完婚之后 因为她的父母没有到嘛 对啊 而且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 父母是不原谅的不认同 现在不是原谅了吗 就是我们两个带着双方老人 就是去旅游啊 就是让双方父母都圆满一点 你有什么计划吗 就是真正想去的是马尔泰夫 然后来一算的话 太奢侈了 那就近点吧 青荒岛青岛大连 我觉得我要跟安嫂说 我觉得对于女人来说我们都要漂亮 因为其实自己漂不漂亮决定了这个男人对你 做的时候的容忍程度 对吧 对 相对来说男人对漂亮女人 自己老婆的这个 越漂亮的老婆 你任性的时候容忍度越高 对不对 我们四位男士 对吧 我可不是这么想的 我也不是这么想的 对 他们肯定这个时候反对 但是我们心里要明白 不管他们说什么 所以呢 就是我很希望你们把现在最美的年华定格留下来 淘拍拍呢是百合网投资的一家 全国最大的这样的线上拍摄机构 我也想代表他们送给你们全家一套全家福 给你们留下人生最幸福的瞬间 也希望你们永远都这么幸福下去 谢谢 谢谢 我一直是这样想 就是我们帮助别人实现心愿 我们还是有一个原则 就是当你自己通过自己努力去实现的心愿 其实更弥足珍贵 我觉得这个对于双方父母来说 显得更加的珍贵 因为你花了心思意义非凡 所以这个心愿你自己做 会对双方的父母印象会更加深刻 谢谢老师 既然对于双方家庭都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 关系修复的旅行 每一个细节都要自己亲力亲为 对方的父母才会认为你诚心诚意 对 这很重要 没问题 当然你有很多地方如果不熟悉的 可以向潮汐请教 他会告诉你制定更加完备的攻略 这个老人们玩得更加舒服 祝你们俩幸福 谢谢 来